接下來是一個重點 我們跟你講過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你第一次聽到這話是什麼時候 兩力平衡 兩力平衡的時候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合力是0 可是勒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呢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但是合力呢不是0 他不會平衡 對耶為什麼 第一件事情你怎麼知道 先問你怎麼知道合力不是0 你怎麼知道合力沒有是0 第二件事再問說他為什麼不是0 他為什麼不是0 我們第一件事先問 你怎麼知道他的合力不是0 你怎麼知道他的合力不是0咧 我們請 三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不知道 不會 就只有站起來 你跟我站好 我也沒有請你坐下 沒答對還好一直坐下 講不會就可以坐下 那真好了 對 莫名其妙 我會應該很慚愧 還講一副不虧心的樣子 你坐 謝謝 謝謝 我從靜止起步 是因為地面給我一個反作用力 我本來靜止變成會動 那表示怎樣 我沒有保持靜止啊 合力如果是0就會保持靜止嘛對不對 我沒有保持靜止啊 表示合力是不是0 不會是0嘛 所以我就知道合力不是0嘛 沒有靜者橫進嘛 所以我就知道合力不是0嘛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你怎麼知道合力沒有0 然後我就知道這樣子合力不是0 下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不是0 為什麼不是0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之後 在一條直線上 當初是在教兩力平衡的時候說的 然後說兩力平衡合力為0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最後在一條直線上 那現在為什麼不是 然後暗示你答案 最後另一個反作用就是 我愛你你愛我 我答你你答我 OK 我愛你你愛我 我答你你答我 我就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那 原因就跟這件事有關 為什麼他合力不是0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最後在一條直線上 為什麼合力不是0 為何不是0 找一個女生吧 有沒有女生 有 11 就是你 可愛的11號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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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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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2 沒有 受力物體不同 受力 他的受力物體是不同的 所以他的合力呢 不會是0 所以他的合力不會是0 OK 來 借我一下 借我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就在一條直線上 要合力物體 不會啦 一個拉這個 一個拉這個 這樣才會合力是0 好嗎 這樣才會合力是0 所以要同一個物體上 中國大陸還比我們多想一個條件 同時間作用 同時間作用 還要同個時間作用 不過大陸寫的我們不管他 我們就只要說 要在同一個物體上就好 要同一個物體上就好 所以呢 為什麼 為什麼不是0 因為作用在不同的物體上 待會 待會會有一種作用在同的物體上 我們再說 另外再講 然後 下個也是個重要的問題 請你分清楚 有一種是有平衡的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要在這種平衡的 有一種是沒有平衡的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所以請你分清楚 誰是平衡的力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基本上 如果我是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就是 我打你 你打我 我愛你 你愛我 A給B 然後B也給A 所以A作用B B作用A 那就要作用力反作用力 你如果是自己寫的 人家考試題目就寫什麼 地球拉磚頭啊 地球拉桌子啊 什麼事你就可以寫 寫下來 如果一個是A 作用跟B上面 一個是比如說 地球拉桌子 好 D拉桌 一個是B作用在A上面 好 桌 桌子拉地球 那它有什麼力 就是作用力跟 反作用力 那什麼是互相平衡的力 要作用在同一個物體上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所以這個圖上面顯示的 A對B是力 C也對B是力 都作用在B身上 然後呢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做在一條直線上 它就要說它是怎樣 平衡 平衡 所以寫下來的時候 寫下來的時候 就會是這樣子寫的 比如說 比如說 有個A 作用在C 比如說 地球 地球 拉著那個 吊著小球 然後呢 B也作用在C 繩子也拉著小球 然後一個向下一個向上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它就怎樣 互相 對它的時間上 它就互相平衡 那就是平衡的力 就是平衡的力 所以你就這樣子寫下來 你就會曉得 它應該是互相平衡的力 還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這是一個重點 分清楚 什麼力量是 互相平衡的力 什麼力量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可以嗎 好 這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OK嗎 OK